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今天我们关注321东航事故 中国疫情以及中国原铁道部长 盛光祖被查的相关消息 欢迎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中国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321东航飞行事故发布会今天通报 截至周五下午15时 发现部分遗体残骸 发现提取现场指纹18份 遗物101件 正开展遇难者身份鉴定和DNA检测对比 应急指挥部组织已经安排 失联旅客家属375人前往现场 为家属开展心理辅导500余次 现在很多人关心 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布旅客名单 东航表示 首先服从于旅客搜救 和家属联络需求 东航已经第一时间向调查组提供了完整的旅客名单 但是向社会公布还要充分尊重乘客隐私和家属意愿 并且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但是在过往的空难事故中 完整的旅客名单曾经多次发布过 因此这一次为什么不公布还需要存疑 而在这次发现的遗物中 有一个平安寇的纸条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公开的照片中 这张纸条虽然沾满泥土 但是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 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平安寇整体圆滑顺畅 寓意世事圆满 事业一帆风顺 家庭圆满幸福 平安寇中平安两字 寓意明确 象征碎碎平安等 不少网友推测该遗物的主人 可能是从事珠宝浴室行业的主播 一位MU5735航班 过去曾有着珠宝从业人员专线的名号 昨天一名在云南经营珠宝生意的陈先生证实 这张手写的纸条 正是他手下一位22岁的女员工所写 这位女主播乘坐这班航班 是为了去广州做直播 纸条上的内容就是直播中所需要用到的台词 目前有超过5000名工作人员在坠机现场搜救 飞机的部分部件已经被回收 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和一些起落架 还发现了一块1.3米长的残骸 这充分证明了飞机在落地前 至少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解体 自3月21号飞机坠回以来 搜救工作已经来到了第4天 还没有生还者的迹象 黑匣子已经找到其中一个 而第二个黑匣子在周五早些时候以为找到 结果证实是误报 今天下午中国民航出面道歉 称核实相关事实不严谨 错误发出了找到第二个黑匣子的失实消息 再来关心中国的疫情 上海现在是中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而上海一名护士因为急诊室关闭 无法及时在自己的医院接受治疗后 死于哮喘 这让市民开始感到不安 凸显了中国为了消灭新冠病毒 而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 上海周五宣布了创纪录的1609例新冠病例 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尽管官员们坚称 他们不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封锁 但是各种限制阻碍了2500万居民中的大部分人 上班购买食物或是就医 截至周五 上海有41家主要医院 因为防疫而暂停了门诊和急诊服务 上海官员表示 仍然有望将病毒控制住 但是市民越来越怀疑 所做的牺牲是否值得 特别是面对高传播轻症状的奥米克戎病毒 周三晚上 这名叫做周胜妮的护士在家中哮喘发作 他赶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上海市东方医院希望能够进行急诊 但是急诊科因为防疫消毒而关闭 随后家人不得不开车 带他前往上海浦东唯一一家开放者的急诊医院 但是当时为时已晚 当天晚上11点 49岁的护士在医院去世 事情被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周五上海卫生官员承认 上海市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存在缺陷 并且向周女士的亲属表达了哀悼 周女士的去世引发了上海居民的焦虑 很多网友描述了他们在治疗 非新冠疾病时遇到的困难 大家提出同一个问题 新冠患者需要治疗 那么其他患者呢这些都是生命 哮喘是非常普遍的疾病 在周女士不幸离世的背后 还有多少人正承受着哮喘发作的痛苦和风险 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 更不用说还有众多市民反应 现在正忍着牙疼等所谓的小病 已经半个月无法治疗 这起事件也令人回忆起今年1月 西安一名孕妇因为核酸检测结果没有拿到 而被医院拒收 最终在怀孕8个月时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 引发了全国的强烈反对 除了众多的病人无法就医之外 5天前3月20号 山东省还发生了一起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 过劳猝死事件 白小慧生前是山东省支援危海核酸检测队的队长 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的副主任 从3月9号起 她前往危海支援疫情防控 连续工作11天 其中7天为夜班 她的同事形容她经常工作六七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就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的次数 避免浪费时间 普通队员两班之间可以休息10个小时 她可能只休息了两三个小时 最终11天后她倒下了 被诊断为心圆性猝死 这样的悲剧本来有很多方式可以避免 上海在过去两年中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 疫情并不算严重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 本月实施的全市检测和居家令 是上海第一次遭遇大规模封锁 虽然政府表示食物供应充足 但是还是有很多市民反映买不到菜 主要是由于恐慌 所有人都在大量的囤货 在全国范围内 中国周五宣布了4790例病例 吉林省处于全省封闭状态 新增感染人数仍然保持在2000人以上 国家卫健委周五表示 目前山东广东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北京重庆浙江等地的病例数已经趋于稳定 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说 希望公众在上海最困难的时期与我们合作 仍然相信中国可以战胜疫情 但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 今天再次强调 新冠肺炎不是大好流感 另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日公布 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配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盛光祖1949年出生江苏江宁人 历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党委书记 杭州分局分局长党委书记 南京分局分局长党委书记 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盛光祖在2007年7月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 正部长级 2011年任铁道部部长 随后2013年3月14号 中国铁道部被撤销 其企业职责被划入了新组建的 中国铁路总公司 于是盛光祖成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6年盛光祖卸任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11月调任中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他也曾经是第17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盛光祖担任铁道部长期间 2011年7月曾经发生全国关注的温州动车相撞事故 官方公布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 官方报告认为 已经落马的刘志军、张鼠光负主要责任 并且处分了铁道部54个相关官员 而盛光祖当时被认为对事故处置不利 处分仅为向国务院做检查 公开的数据称 中国高铁每公里建设成本高达近2亿元人民币 2013年3月14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 全盘接手了铁道部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一季度審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6年3月末 中国铁路总公司负债总额为4万亿元 2016年一季度净亏损87亿元 较前一年的亏损同比增加35% 中国经营报当时曾经引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的话表示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了保障铁路建设进度 不得不加大投资只能不断借债 而巨额的债务意味着还本付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 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赵坚指出 人们通常只看到中国铁路运营里程 世界第一 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中国高铁的债务和运营亏损 也是世界第一 2021年4月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铁路建设投资保持着高位运行 截至2021年一季度 国铁集团累计负债5万7595亿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财经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